哇中央本部核心意志一座 我所有的人全部都被丢走了 逆卡巴拉能量大崩溃 指的是已经核心意志的部门也会出现融会 开始 这个就是那两个小孩 上面这个是那个小女孩 然后下面全是小男孩的一堆小男孩 报废的机器 那这个弄到上线 它也没有多少会融会的东西 今天应该挺好过的吧 想一下感觉好好过呀 今天太好过了吧 就是每个地方都管一下嘛 然后我上面也没有比较困难的机器 今天要完成午夜嘛 午夜我做过了呀 快速安排员工堆轮回到九级 可以不用打午夜 午夜在第八级是吧 我在午夜刚出来的时候 然后所有员工全部进去 一下子把能量全刷完 瞬间这上面直接凑到了下一天 然后就直接就过了 是这个意思是吧 就全部充进去就过了嘛 也不用考虑成功率 这个方法好啊 绿色午夜 正好是我没见过的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十二格 十三格 十三格除掉我触发的那一格 还需要十四格 控制部的人撤离 啥意思啊 为啥控制部撤离啊 绿色午夜会把控制部秒掉 他有机会嘛 有机会出来嘛 怎么感觉没有机会出来呢 死了就死了吧 死了我重开一下 正好让我见识见识 我都不知道这个绿色是啥 终末螺旋 这怎么好像个大屁股啊 这个 死了大表重开 没花多久 诶 结束了 诶 这不直接结束了 啥也没发生 突然就结束了 还没反应过来 我都没看到他要干什么呢 三个见过的 树山又来了 沉默乐团又来了 然后今天要回库 我其实可以再研发一套装备的 我要乐团 现在一直承接部核心 38天还来得及 我先试试 我先试试 他是干啥的 我先试试好吧 先不过关 先试试 雪雾弥漫 横尸遍野 红了屏幕 啊 雪雾 啊 他自己出来啊 要打他呀 他手上怎么拿着那个忏悔呀 伤害也看不到 先把人都丢过去试试啊 感受一下 先让拟态过去 哇 精神伤害有点高啊 怎么感觉是可以拉开的呀 他这个技能 这又是啥啊 什么东西啊 魔法阵 秘书冲拳 他干嘛 他怎么冲起来了 快跑 哎 人呢 人呢 哎 怎么冲到这里来了 哎 哎 我 不是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哇 一拳直接给我轰死了 这是什么武器啊 没事我试试啊 我看他都是啥技能 死了就死了吧 不管这边了 怎么一拳直接给人轰死了 啊 这个忏悔打的只有白伤 只打精神之 又要开始秘书冲拳了 完了 哎呀 吓人 哦 他是已经提前把路线都规划好了 赶紧把我员工杀完 我要看一下他下一阶段是啥 第二阶段是拟态 拟态加上镰刀 拟态和那个沉默乐团的 拟态的话又是红伤啊 哇 哇 不行 我感觉不能这样走 先进这个房间吧 等会一下被他穿死了 走 哎 扎反了 上去打他 哎 这个武器 爱慕的武器 感觉挺磕他的 他被粘住了 粘住了 走不动 哇 瞬间回满了 跑路 哎 躲掉了 哦 他把拟态丢了 右边一个拟态 左边一个沉默乐团 他把武器丢了之后 就要进新阶段了 是不是 哇 这一下 不能让尸山这一下垂下来 尸山这一下垂下来 好痛啊 哎 他怎么又要开始 抡锤子了 他在干嘛 他在好笨哪 啊 卡bug了 但是他偶尔会射出一下 他偶尔会打一发红色的 他又要跑了 他又跑了 重开重开 他去拿一下 渴望之星 然后 绝望骑士 普通的不用多 忏悔 躲一下 普通的不用躲 哇 这个减速好好用啊 完了 要冲拳了 冲拳躲到旁边部门 应该就行了 但是正面会被打一下 冲拳好像是红伤吧 感觉过不去了 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 他怎么是往右打的 传送门是冲的方向 好吧 忏悔 哇 他上面会有字的 两滴血直接打死了 好 换状态了 血打完了 他冲拳了 冲拳了先躲一下吧 三分之一生命值的时候 会投掷一个 沉默月团的镰刀 然后传送 回来 哎 砍到了 哎 又被砍到了 哎 直接打他吧 我真服了 感觉他可以单杀他呀 这个红伤 哎 蓝伤 含不住 这一下穿刺不会很疼吧 死不了吧 啊 死不了死不了 好像可以集火了 他秒不了人 先先试他一刀 还可以还可以 秒不了人 这一下要躲 哎 他又跑了 哎 疯了 忘记看三分之一阶段了 哇 哎 哇 这是瞬移的那一下 哇 还好 还要没秒掉人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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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了 赶紧跑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换远程 他不会突然放一个什么大招秒人吧 哦 哎 别 别 别搞 我路过 我只是路过 哇 没死 他咋不上去啊 哎 恐慌了 我想路过一下 我想让他上去上面的电梯 哎 好了 好起来了 这个大锤也是可以躲的 他有判定bug啊 这是判定bug啊 就躲一下那个长矛就行了 好 暂停一下 马上四阶段了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 看下四阶段是啥介绍啊 先随机附加一个和小红帽雇佣兵一样的标记 然后极快的速度进行冲击冲击20秒钟 哦 快跑快跑 我看到瞄准镜了 在这里 在这个名字后面 哇 瞬间 瞬间死了 碰一下就死吗 他都没有跳那一下 没有攻击这一下呀 不是拍一下吗 让他杀吧 让他杀吧 打不过 主要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追杀机制是什么意思 去查攻略区明天 看一下这最后一阶段怎么打 玄泽的心终于死了 没事没事 研究研究嘛 小红不太需要很高的红炕 因为他血是可以回上来的 精神炕高一点好一点 继续来打红姐今天 精神值不用管 哎等会丢镰刀了 镰刀往下 刮不到 刮不到可以再砍两下 等他开始放大的时候躲一下 好 飞到这下面去了 啊 卡巴格了吗 为什么往这边捶我这里的人死了 这个是范围的吗 可以跑了 他要红拳了 最后一轮 这个位置是最烦的 哎呀 四阶段 拉远一点吧 拉到这下面打吧 我让兔子打最后一阶段吧 全部磨杀 哎 兔子打不死他 我真服了 那早知道再打一点血了 哎 我不想派 多派两个人上去 要是他到时候 选目标选到这边来了 那不就搞笑了 小红帽能打得过他吗 小红帽 哦 不免一红伤 我刷点能量 让小红帽去 把最后一点血打了 这样子稳一点 哎 屏幕咋红了 哎 有两个人上去了 我啥时候点的 他还没有开始标记 他还没开始标记 还行 他现在在打拳呢 你看他在打拳 等他打完拳吧 应该不太影响 哦 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跑了 好像不是这两个吧 他顶上没有 没有红标 不是这两个 哦在这 小白 哇 这两层电梯 我不知道咋卡 我只知道上下怎么卡 感觉 这样好像来不及 他两层一起传的话 很快的 感觉可能要死了 死了吗 没死 怎么红了 那你可以死了 结束 结束了 直接起不来 他没砍出来 没砍出来 身上红了 我以为要挂了呢 没挂掉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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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最安全的地方 我要回库的 我先解锁一个吧 先解锁一个 比较难解锁的 剩下一个留着 下次用 我来的 谢谢大家